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万维网和http协议 首先呢对于这个万维网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就有讲到过 那这个万维网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3W也就是World Wide Web 它是一个大规模的联机式的信息储藏所或者要做资料空间 是无数个网络站点和网页的集合 也就是把全球的所有网站统一在一起 我们就称之为万维网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万维网当中会存储着非常多的信息 或者说资料也叫做一个又一个的资源 那这些资源呢会以文字视频音频等不同的形式所展示 那对于这每一个资源我们如何访问得到呢 如何才能获取到这些资源呢 就需要通过给他们设置这样一个统一资源定位符URL 就好像给他们编了一个号 比如说这个照片它是一号 这个音频它是二号 那如果你要在这个英特网上面找到这些资源的话 只需要搜索一号资源和二号资源 那这些资源呢就会自然的出现在你的界面上 所以说这种统一资源定位符URL 它是可以唯一标识每一个资源的 那URL的一般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协议冒号加两个英文的斜杠 然后主机冒号端口再加一个斜杠加路径 那这个协议我们要先解释一下 常用的是这样两种 一个是http协议 也有这个ftp协议 那这个主机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域名 当然如果没有域名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这个IP地址写在主机的这个位置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端口和路径呢 是有时候可以被省略掉的 那我们看一个比较完整的URL的表示形式 就这样http冒号两个斜杠 再加上这样一个域名 也就是北大的官网 那这样一个URL呢 就可以唯一标识北大官网 这样一个界面 那可以看到这个URL当中呢 通常都是由一些字母 还有符号来表示的 当然这个URL当中也可以是大写的字母 但是URL它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有的一面它为了使读者看起来方便 所以故意用了一些大写的字母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每一个URL就可以唯一标识一个字元 那我们如何操作才可以找到这个 或者说定位到这个字元呢 就是需要通过点击超链接来获取资源 就是说你点了这个链接 就可以跳转到这个链接的界面 那用户呢可以点击超链接 同时呢又有一些超媒体 比如说一些图片啊或者视频 点到了这些超媒体超链接 或者超文本等等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资源 那这些资源呢是通过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来传送给使用者的 也就是说HTTP协议它是可以规定 这个资源到达使用者中间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就很像是服务器 在为客户提供服务 因此万维网也是用客户服务器的方式来工作的 用户使用的浏览器就是万维网的客户程序 而这个万维网的文档所驻流的主机呢 就会运行一个服务器的程序 那我们接下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可以使不同作者创作的 不同风格的这些万维网文档 都能够在英特网上的所有主机上面显示出来呢 而且怎么让用户清楚的知道 在什么地方存在着链接呢 那这些都是由这个HTML来规定的 万维网通过使用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 使得万维网的界面设计者可以很方便的 从一个界面的链接转到另一个界面 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屏幕上显示出来 那综上URL HTTP 以及HTML 这三个概念呢 就是万维网当中要解决大部分问题 所使用到的规定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本节课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HTTP协议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协议呢 它定义了浏览器 也就是万维网的客户进程 怎样向万维网服务器 请求万维网的文档 以及服务器 怎样把这个文档传送给浏览器 其实简单点说 HTTP协议 它就是规定你如何上网 以及这个服务器 如何提供你请求的资源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过程的图示 这是客户 这是服务器 那这个服务器当中呢 就会运行这服务器的一些进程 每一个万维网的网点 都会有一个服务器的进程 那这个进程呢 它会不断监听TCP的80端口 以便发现 是不是有万维网的客户 来请求我的服务 那一旦这个服务器 监听到了连接建立请求 并且和这个客户之间 建立好了一个TCP连接之后 浏览器呢 就可以开始向万维网服务器 发出浏览界面的请求了 也就是开始发送一个HTTP的请求报文 来请求相关的文档 那这个服务器收到请求报文之后呢 就会把请求的资源 以文档的形式 放入这个HTTP的响应报文当中 返回给客户端 最后呢 就可以释放TCP连接 并且在客户机的界面上显示出来 那我们再来具体的post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用户如果要浏览一个界面呢 它可以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可以输入URL 第二个呢 就可以在界面上面点击相关的超链接 就可以请求服务 那假设现在这个客户 点了界面上的一个超链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这个浏览器 就会先来分析URL 也就是分析链接 所指向界面的这样一个URL 第二步呢 这个浏览器就会向DNS服务器 请求解析IP地址 也就是把域名转换成IP地址 第三步解析出了IP地址 也就是解析出了服务器的IP地址 然后这个客户就知道服务器的位置 因此呢 浏览器就可以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 那连接建立成功之后呢 客户就可以把自己的请求告诉服务器 也就是浏览器发出取文件的命令 那服务器呢 收到取文件命令之后 就一定要响应 把这个对应的文件发出去 作为响应文档 那第七步呢 就是释放TCP连接 那第八步就是显示在这个客户的界面上面 显示在浏览器上 这里面要补充一点 也就是在最后一步 浏览器显示的时候呢 浏览器可以只下载文本部分 就好像我们进入了百度音乐的这样一个网站 那进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歌曲 但是现在它们不能播放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这样一个播放的按钮 点击播放按钮之后呢 才可以播放音乐 那这个点击播放按钮之后 其实就是再次循环了这样八个步骤 所以浏览器可以不必把这个界面当中的所有资源全部下载下来 可以只先下载文本部分 那至于之后如果要下载一些图像 或者是声音音频等等 就可以用鼠标再分别点击这些图标 那只要单击一次图标呢 就重复执行一下这几步 也就是要先建立连接 再用TCP连接传送命令 以及传送文件 最后再释放TCP连接 那学习了HTTP协议具体的一个工作流程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HTTP协议的一些特点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 HTTP协议它是无状态的 什么叫做无状态呢 比如说你在这个电脑上面访问了一个网站 那你在在手机上面访问这样一个网站的时候 这个服务器的响应 是和你第一次访问电脑时 这个响应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同一个客户 第二次访问同一个服务器上的界面的时候 服务器的响应 是和第一次被访问时候 这个响应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是没有记忆的 无状态的 但是呢在实际工作当中啊 一些外媒网的站点常常希望能够识别用户 就比如说淘宝 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买多种物品 首先我们要把一个挑好的物品放到购物车 那接下来呢还要再继续浏览 并且选购其他物品 那因此这个时候淘宝的服务器 就需要记住用户的身份 这样就可以使它再接着选购的一些物品呢 也都能放到同一个购物车当中 这样呢就方便用户的集中结账 当然也有一些外媒网站点呢 它想通过识别用户来进行数据分析 并且获得这个用户的一些需求 好推销给客户一些新的产品 那面对这种需求呢 就诞生了一个名词 叫做Cookie 翻译过来呢就是小饼干 Cookie呢它是存储在用户主机当中的 一种文本文件 它记录的是一段时间内 某个用户的访问记录 那这个用户是如何标识的呢 就是用识别码来标识 这个识别码通常是一连串的数字 比如说123456 因此我访问的一些历史记录 就可以存放在这样一个Cookie当中 那这个Cookie呢 就可以放入我的本地主机当中 所以我们在访问淘宝的时候 这个淘宝的服务器呢 它就可以查看在我们主机当中 记录淘宝搜索的一些历史记录的Cookie 就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些 更加个性化的更优质的服务 为什么叫Cookie呢 我们现在知道Cookie啊 它可以记录你之前的一些 历史的访问记录 所以说如果一个服务器 掌握了你的这个Cookie之后呢 它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服务 比如说你在登陆这个网站的时候 它就会说你好谁谁谁 直接识别出你的名字 那这就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亲切 就好像吃了一块很好吃的饼干一样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小饼干Cookie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 HTTP协议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它采用TCP作为运输层的协议 是一种面向连接的 但是HTTP协议本身呢 是无连接的 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通信双方在交换 这个HTTP的请求和响应报文之前 是不需要事先建立HTTP的连接的 这一点大家要去分开 那HTTP的连接方式呢 主要包括两种 一种是持久连接 keep alive 一种是非持久连接 是close 那在持久连接这呢 还细分成了两种具体的持久连接方式 一个是非流水线式的持久连接 一个是流水线式的持久连接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具体的一些连接方式 首先呢 分成的这两大类 就是非持久连接和持久连接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浏览器呢 其实就是万维网客户 那从浏览器 请求一个万维网的文档 到收到整个文档所需要的时间 也就是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呢 就要和服务器建立一个TCP连接 就是需要使用三次握手 那当这个三次握手的前两部分完成之后呢 也就是经过了一个RTT的时间 那接下来 它就可以发送它的请求报文 作为三次握手的第三个部分的数据 发给这个万维网的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收到了这样一个请求报文之后呢 就会返回给万维网的客户 也就是返回给浏览器 一个响应报文 当然这个响应报文呢 它是有长度的 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才能够收到整个完整的报文 所以说非持久连接 它这样一个耗时 是两倍的往返时间 也就是两倍的RTT 加上这个文档的传输时间 那如果现在万维网客户 要再发一个HTP的请求报文 它应该怎么办呢 还是要重新再建立一个TCP连接 也就是重新进行三次握手 再发送自己的请求报文 所以这是非持久连接的一个坏处 它的时间消耗比较长 那这个持久连接呢 就是对于非持久连接的一个改善 可以看到 在持久连接的这种情况下 它也是需要经过三次握手 但是呢 如果再次请求一些新的元素 或者说发送新的请求报文 就不需要再建立TCP连接了 直接把这个连接维持住 在之前建立好的连接基础之上呢 继续请求一些元素 并且这个服务器呢 也会返回相应的请求 或者说资源 也就是说持久连接它的特点呢 就是在服务器发送响应之后 在一段时间内 仍然保持着这条连接 这样就可以使得客户 也就是这个浏览器和服务器 可以继续在这条连接之上 传送后续的一些 HTPP的请求报文 以及响应报文 那我们刚才讲过 持久连接呢 又包括非流水线式的和流水线式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种连接的具体差别 那现在这种方式呢 其实就是非流水线式的一种持久连接 可以看到 我发了一个请求之后 才会返回给一个响应 等收到响应之后呢 我才能再发送一个新的请求 再收到一个响应 如果我之前还想请求别的的话 只能在这个时间点 再发送请求报文 然后再收到它的响应 就好像我们之前在第三章 学过的停等协议一样 就是发送一个请求 收到响应之后 才能再发送新的请求 那这是非流水线式的连接 那什么叫做流水线式呢 流水线式就好比我们之前学过的 这个GBN或者是SR协议 它是可以连续发送的 比如说现在主机呢 它有好几个请求报文 等待发送 它想请求好几个机的资源 那这几个请求报文呢 就可以同时的发送出去 可以一起发送出去 那这个服务器收到之后呢 就会依次的返回相应的请求 因此使用这种流水线的方式呢 客户访问所有的对象 只需要花费大概一个RTT的时间 流水线工作的方式呢 就可以使得这个TCP连接 它的空闲时间比较少 不需要等待太久 因此呢 就可以提高文档下载的一个效率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内容 HTTP协议它的报文结构 之前这个图片呢 其实就相当于告诉我们了 在HTTP协议当中呢 我们会使用两种报文 一个呢 是这个HTTP的请求报文 一种就是HTTP的响应报文 那HTTP报文呢 它的特点是面向文本的 所以在报文当中 每一个字段都是一些阿斯克的码串 我们可以结合两个报文的形式来看一下 首先呢 就是请求报文 可以看到它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请求行 手部行 还有实体主体 而对于这个响应报文呢 它也是有三个部分 状态行 手部行 以及实体主体 那第一行呢 它们俩有一个相同的名字 都可以叫做开始行 不过这个开始行 它们也有区别 而这个开始行呢 就是用于区分 是请求报文 还是响应报文 我们可以看到 在请求报文的开始行当中呢 它是由方法 URL 版本 以及这个回车换行构成的 而响应报文的前三个字段 和请求报文就不一样了 分别是版本 状态码 以及短语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一些命令 也就是告诉 要对所请求的对象 进行哪些操作 是获取 还是删除 还是其他的一些操作 那这个URL呢 就是我们之前 所讲过的 这样一个标识符 版本 就是使用的是 什么版本的HDP协议 那这个回车换行呢 就是必备的 相当于是标识请求行的结束 手部行的开始 那接下来就是 两者的手部行 这个手部行呢 是用来说明浏览器 服务器和报文主体的 一些相关信息 那这个手部呢 它可以有好多行 但是也可以不用 那在每一个手部行当中呢 都会有一个手部字段名 和它的值 并且在每一行结束 都会有一个回车换行 而且在整个手部行的结束之后呢 也会有一个回车换行 来标识 手部行的结束 实体主体的开始 那这个实体主体呢 在请求报文当中 是通常不用的 而在响应报文当中呢 是有一些响应报文 不使用的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一个 请求报文的例子 那这是一个浏览器 所发出的请求报文 可以看到它现在有四行 首先第一行呢 就是请求报文当中的 请求行 用的是get方法 get命令 那这个命令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请求读取 由这个URL 所标识的信息 就是一个获取的意思 那接下来 这个index.html 就是指的URL 那这个版本呢 就是http-1.1 那接下来这个host host后面呢 接了这样一个域名 它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说 现在要请求的 这样一个html 它是存在于 存放在这样一个网址上 这样一个域名上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connection 那这个connection呢 它指的是具体的连接方式 close就是非持续的连接 那最后这一行呢 是cookie字段 cookie字段 后面标识的是123456 也就是说明 这个用户 它的这样一个标识 或者说它的一个识别码 就是123456 那如果出现了cookie 就是说明这个用户 或者说这个浏览器 曾经访问过这个 3w.test.edu.cn 所以才会有cookie 这样一个字段 那接下来我们再扩充一点 响应报文的一些知识 响应报文当中这个版本呢 不用说就是http的版本 通常使用的就是 这个-1.1的版本 那这个状态码呢 它是三个数字所构成的 一共是有五种类型 但是呢具体来讲 一共有33种这个状态码 那这个状态码和短语的结合呢 其实就说明了 这样一个响应报文的一些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状态码的五种类型 分别是一打头 二打头 三打头 四打头 还是五打头 那一打头表示的是通知信息的 比如说请求收到了 或者是正在处理的 这样一些响应报文 那二打头的呢 表示就是成功的 表示是成功的一些响应报文 比如说接受或者是知道了 三打头的呢 表示重定项 比如说要完成请求 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哪些行动 那四打头呢 表示的是客户的差错 比如说请求当中有错误的语法 或者是不能完成 五打头呢 表示的就是服务器的差错 比如说服务器失效了 无法完成请求了 那我们常见的一些状态码和短语的组合呢 比如说这个202accepted 这个响应报文呢 表示的就是接受 301moodpermanently 这个指的就是 我现在请求的网页 它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址 那这个响应报文的状态行当中的 状态码和短语 就是这样的 那在首部行当中 它就会标示一个 首部字段名 为location 就是一个新的定位 应该是在哪里 并且把这个网页新的URL 放到这个值当中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非常常见 但是又不想见到的 就是40c not font 那这个呢 表示的就是 这个网页找不到了 可能是请求当中有错误的语法 或者是根本就不能完成 那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六章应用层的全部内容 首先我们学习了网页应用模型 主要包括两种 CS 客户服务器模型 以及对等的P2P模型 那CS模型呢 区分处理请求的服务器 和发出请求的客户机 而这个P2P模型 每台机器 既是服务器 又是客户机 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学习了 域名解析系统 DNS 那这个DNS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可以实现 域名到IP地址的一个解析 我们只要学习了 一些域名服务器 以及它们的相关层次 还有域名解析的一个过程 主要呢 就是这两种 D规和迭代 我们要清楚 这两个过程的具体细节 以及解析了多少次 以及用了哪些域名服务器 进行解析 接下来就学习了 文件传输协议 那这一块呢 其实并不是重点 我们只需要掌握 这个文件传输协议 它的作用就是允许用户 在英特网上面存取文件 而且它的协议与端口 也需要记忆 接下来就是电子邮件的部分 在电子邮件这呢 我们学习了还蛮多的知识 首先学习了信息格式 电子邮件的信息格式呢 主要包括信封和内容等 接下来又学习了 它的组成结构 三个非常主要的组成部分 分别是用户代理 邮件服务器 以及相关协议 那在相关协议这呢 有三种非常重要的协议 一个是在发送邮件时 使用的协议SMTP 另外呢 就是在接收邮件 读取邮件时 所使用的协议 POP3和IMAP 那MIME呢 它是多用途 网际邮件扩充 是基于SMTP 或者是POP3 基础之上的一种 多功能类型的扩充 这样就可以使得 邮件的种类 变得丰富多彩 最后我们学习了 基于万维网的电子邮件 也就是我们现在 常使用的电子邮件的方式 那最后呢 就讲解的是 万维网和HTTP协议 在万维网这呢 我们学习了三个 非常主要的概念 URL HTTP 以及HTML 那这三个概念呢 一定要重点区分 接下来就是 HTTP协议的特点 连接方式 连接方式呢 主要包括两种 非持续连接 或者说非持久连接 以及持久连接 接下来就是 HTTP协议的报文结构 它有两种报文 请求报文和响应报文 那对于这两种 报文结构的具体字段 大家做一个了解即可 那有关于 第六章应用层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至此 计算机网络这一科的 全部知识点 就已经讲解结束 希望同学们 可以多总结 多思考 多刷题 在明年春天 收获一个非常满意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